今日在網球公開女單上 有一位經驗全場的網球正妹 她是今年就讀文化大學一年級的李花成 曾在100年與101年拿下全中運高女單冠軍的她 連闖兩關順利進入女單八強 出身自獨不畏虎 對於經驗豐富的選手們 也能以成熟的心態乘著應戰 全中運的選手年級比較小 比較幼稚一點 全大運大家都心智比較成熟 所以比較不會有太大的運氣 就是會比較難一點 今天的兩場比賽 她以6比0、8比0順利解決對手 在未試一局的情況下 可以知道李花成是有備而來的 對於奪牌她也相當有信心 在眾所雲集的全大運中 她也有幾個較為關注的對手 從八強開始 就剛才對手成綠靈還有四強 遇到可能王文寧 然後再來就會 對這三場應該都比較會刺激一點 清牌啊 李花成是2017台北市大運的重點栽培國手 雖然目前還是大一的她 尚未有許多參賽經驗 但她正努力積極備戰 就是希望將獎牌留在台灣 為台灣爭光 也期許她未來能在網球這條路上 繼續堅持下去 並在之後的網球場上 傳來更多捷報 記者黃梅芬 邱玉婷 陳玉婷 宜蘭報導